字幕提供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利用Subtime Design 打造自己或團隊專屬的貼圖資料庫 也利用這樣的方法 來協助團隊合作上 可以更加有效率 或者是維持整個素材產出的一個品質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在食物經驗上蠻好的一個流程或是做法 那首先呢我這邊有一個已經準備好的圖表 就是一個常見的打擊的光暈效果 那以往呢我們要分享檔案其實很簡單 其實就是直接把這個製作檔傳給我們的同事我們的夥伴 它自己打開,自己進來調整 比如說要調整它的色階或什麼的 它的亂數或是一些縮放等等的資料 它就可以做到一個調整的一個結果 一個新的結果的取得 但是呢有時候我們的團隊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懂Substance Design 而且有時候呢可能我這個圖表呢 最後做得非常的複雜 哇超級超級大一張 那一時之間呢其實你Pass給別人的時候 對方呢不見得能夠馬上Get到他可以去哪裡找到那個參數 然後去做什麼樣的調整 來得到他想要的結果 那這件事情呢就會反而變得沒有效率了 那其實這就是,這就不是一個理想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呢解決辦法就是呢 Substance Design呢其實是可以把我們所需要的參數呢 我們相關的參數,比如說這些喔 我們都可以把它發布出去喔 然後呢可以透過另外一個獨立的Substance的軟體呢 叫做Substance Player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 這就是Substance Player的下載頁面喔 那它是免費的喔 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載 那它的作用呢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單純的獨立軟體 它就是作用只是幫助你 打開我們發布的Substance Designer的 算是一個package SBSAR的一個file 這個是一個發布後打包後的一個結果的檔案 可以透過Player來進行讀取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讀取Substance Designer的製作檔喔 那你安裝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打開我們Substance Designer這邊 從這裡呢 我們要進行發布前呢 其實喔要記得先把我們的圖形節點呢 最後一定要串到一個Output的結果 那我這邊過了一段Gradient Map 只是要把我的那個資料呢 轉為Vector3 也就是向量3的一個資料 一個向量資料來到 變成一個RGB的結果 再進行輸出 那之前我有分享過 我們製作做到這裡 其實這一步為止 它都還只是一個單一通道 也就是一個浮點數的一個資料結果 那我們最後要存成圖檔是 基本上是基於RGB的一個三通道的結果 所以必須是一個向量 那我這邊就用這個Gradient Map把它轉為Color 最後連結到一個Output 一定要有Output 沒有Output的話呢 Substance Player它是無法辨識 它應該輸出哪個節點的 所以它的辨識呢 辨識的方式呢 就是透過Output 那Output這邊呢 你可以不用設 我們Output可以從這邊拉 從頭做一遍 預測進來呢 它是空的 其實這邊你可以都不用做設定 那就可以得到效果 那像我這邊有做設定 是因為有要做 做到 比如說我想要把這個結果 發佈到這個3D預覽的畫面的時候 我才需要這麼做 那怎麼發佈呢 非常快速的方式就是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綠色的箭頭 這就是一個發佈的一個按鍵 那我先把其中一個Output 給取消掉 可以看到這邊只剩一個Output 然後按一下這個呢 就可以直接發佈到我們的Player 那它會自動連結 你已經安裝好的SouthernPlayer 然後會問你一個這個Location 那這個可以不用管它 先關掉 那等待它就讀取進來 這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所製作的圖表 那我的Woodie呢 它也幫我顯示在這個預覽的3D模型上 那基本上對我們做的貼圖 特效貼圖來講 其實是不需要這個的 其實是可以不用看這個 這個3D View的視窗 以2D View為主 那在右邊呢 就是我們所有 那個外部參數的欄位了 那目前呢 我還沒有針對這個圖表 做任何的外部參數的發佈 所以呢 預設的狀態呢 就只有 這樣子 輸出的尺寸 以及亂數的採樣 這亂數是針對我們所有 在這個圖表裡面 它的所有的倫等 倫等 那個採樣的一個值 來做一個 一個變數 那我們發佈的這個檔案 給同事們呢 給夥伴們呢 其實它很方便啦 它也不用學Southern Design了 它只要打開看到這個Premit 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倫等 它馬上就得到它要的結果了 那它尺寸它想要更白 改成小一點 那也可以 馬上 就改了 然後 就可以得到它想要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呢 譬如說調整完 這是我要的新的結果 我只要選擇 Export Bmap 然後這邊選擇你要儲存的路徑 然後呢 這邊是你的檔名 然後還有你的 它的一些名稱的命名方式 已經有做一些預設在這邊 然後還有你的格式 這邊有TGA PNG JPG等等 那我選一個PNG 那下面呢 會針對你所有已經串好的Output 來進行輸出 那因為我們今天我做的是特效貼圖 我只需要一個很簡單的單一的結果 所以我就只有一個Output 那如果今天我們製作的是PBR的一個效果呢 那自然就會有Diffuse Base Color Metallic Roughness AO 等等的通道 如果你已經有在Designer串好 就會通過顯示在這邊 然後就可以一口氣的來進行輸出 那我這邊按一下輸出 好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就可以來到我存檔的資料夾 就可以看到 好 這張貼圖 已經 輸出了 成一張貼圖 我們可以 就馬上進到引擎去做使用 好 所以呢 透過這個東西 就可以很方便的來跟團隊共享 那團隊也不見得每個人都要學得非常的精深了解 甚至不用學沒關係也都可以來使用這個結果 來隨機的採樣或調整 來得到新的需求 來滿足我們當下所要製作的效果 那回來這邊呢 我們來簡單的說明一下如何發佈參數呢 那我們快速點擊空白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Panel Meter 就是空白點兩下我才會出現這邊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Panel Meter就是參數 我們參數的所有列表 等一下就會顯示在這裡 那 首先我先來 比如說我來調整一下 我想要改變這個速度線的產量 那除了等以外 我也可以透過這個Disorder 也可以去得到一個結果 那假設這個紙是我要輸出的 那方法很簡單 在後面呢 點擊這個可以看到Expose 是一個可以輸出一個 一個新的Graph的Import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點擊一下 那這邊呢可以輸入它的一些名稱 然後呢就是這個參數的名稱 那這邊呢我就是繼續沿用預設的效果 那這邊呢就決定你參數的類型 那這邊我只是一個單單純的浮點數 就是Slider就可以 然後呢是否是一個Clamp的Slider呢 那我這邊是不需要的 我不需要把它限制在0到1 那只要OK就可以了 那參數跑去哪呢 就是剛剛我們點擊兩下 可以看到這個屬於整個圖表的一個屬性 屬性欄位 就可以看到在Paramid的底下 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發布出來的Dissolder 的內容 它就會跑到這裡來 那原則上這邊呢 我們有特殊的需求才會去做調整 那基本上就沿用我們剛剛所做的輸出的設定 那就會在這邊是一致的 那我們可以來到Preview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這個參數跑到這裡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去拉動這個參數 去做到一個效果的改變了 然後呢我這邊有兩組 Noise 假設我這兩組都要做 那我當然 一個方法就是我這一組也去做Expose 成一個屬於它自己的那個亂數 那我覺得都是亂數啊 其實沒有必要分開 那我希望他們讀取的是同一個的時候 是怎麼辦呢 其實呢在這裡啊 我們可以選到這一個還沒有做輸出的這個 這個雜訊呢 我們可以找到Dissolder 我們下拉它喔 我們可以看到 欸 在最下面呢 有看到我們剛剛發佈出來的那個參數啊 動態參數啊 也出現在這裡啊 原來它是可以直接連結我們的 這個 在整個組 這個組 圖表的一個屬性 欄位裡面呢 所有的這個Panelic的參數啊 它都可以去進行讀取 那今天如果想要共用參數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 你就可以直接去選 選取到那一個 那一組參數啊 那我就直接選Dissolder 而不是選Expose 如果我選這個Expose 它就是獨立自己一個 就跟剛剛那個雜訊呢 就是分開的 那我現在希望它們共用 那其實只要選同一個 OK 然後我們再回到這個 屬性欄位的Preview呢 我們再來調整看看 好 可以看到它們就是一起 好一起 一起做了變動 同時都受了一些 都受這個參數所影響 那這樣是一個 一個方式 那另外呢 譬如說我希望它讀取的是 這個參數 但我 因為這個文理比較密 我希望它變化比較快 比較大一點 那可以怎麼做呢 那我們可以透過 這個 我們先回來這個雜訊呢 我希望它們兩個的 一個變化速度 有一些不同 那我先把它還原 比如說 Reset 然後這時候呢 我可以再選擇這個 Input Value 比如說 我點一下 然後這邊就可以選擇 Input一個新的 一個浮點數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節點後面多一個 綠色的點 那這就是我們可以 給它輸入的 一個屬性的 Input Value 就是一個值 一個值可以從這邊輸入 那輸入的方式呢 有兩種 一個最直接的就是 我直接Input Value 那它是一個節點 我們可以看到 Input Value 然後我們回來這裡 然後我們目前 我已經把這個 紙輸入到這節點 然後呢 我們來到 Dissolver這裡 我們要來進行這個 輸入的 紙的一個讀取 那我們就可以點開 我們可以在最底下看到 我們剛剛新增的Input 我們可以點一下 這時候呢 我來調整一下這個紙 看看 它就可以去影響它了 影響這個結果了 然後另外這個 這邊 Preview 就不會影響 影響到它 那因為這邊還是 這一張雜訊 還是連結到 Preview 這邊 這個Dissolver這邊 所以它是受這邊影響 那這是一個很直接 輸入的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 兩個串在一起 那直接從這裡去做調整 那如果我先 但是呢 如果我希望它做一些計算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一個 Value Processor 這邊可以做一些計算 那我先把它連結給它 這個Input Value 就先斷開 那這個呢 這個節點呢 我們就可以去針對 我們的結果 做一些效果的計算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希望這個雜訊 因為它密度比較高 我希望它 參數採樣的速度 會比它快一點 跳得比較多一點 那我就可以來做兩個的一個變化 那我們選擇這個 Value Processor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Edit 編輯把它打開 那是一個空的一個結果 那因為我們要讀取的 紙呢 是希望透過我們這個 剛發佈出來這個Dissolver的紙 我們來進行運用嘛 預設的Dissolver我希望給這張圖 然後呢 這一張密度比較高的雜訊 我希望它是我們這個預設的值 這個Dissolver的值的兩倍 也就是要乘以2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邊進來 首先呢 我們要先去取得 我們的動態參數 就是剛剛那個Dissolver的值 那空白鍵按一下 一樣叫出這個 搜尋的視窗 輸入GET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GET Flow 因為我們的紙是一個Flow 今天如果你的紙設定的是 Flow 2 或3 或4 那你要做到相對應的選擇 才能夠讀取到你要的結果 然後今天我們是一個Flow 我們就選GET Flow 那在這邊呢 在右邊的屬性欄位 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下壓選單 打開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已經發佈的值 這個欄位就是會搜尋那邊的值 來進行套用 那我們需要的是Dissolver這個值 那這個值呢 因為我這個 我目前這一段是連給它嘛 我希望它是兩倍嘛 那 所以呢 我這個值呢 就要去乘以2 那一樣 大家節點出來 會自動跳這個 這個欄位 或者是按空白鍵 那我輸入M 可以找到Multiply 也就是 我們Shader也很常見的 Multiply的節點 這邊叫Multiply 然後再來我們要乘一個 2的值 那就是一個浮點數 那空白鍵 然後輸入Flow 那連在一起 那這個值呢 我希望呢 乘以2 就輸入2 好了 這就是我們要的一個結果 那 接下來呢 要把這個結果 Output到我們的節點裡 那它Output的方式呢 是在選取這個節點 右鍵 可以看到 Set as Output Note 把它設為輸出節點 按一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變成橘色的效果了 然後這邊會顯示計算的結果 那我們還到這邊 那因為剛剛我已經串好了 它就自動已經更新進來了 那我在reset 讓大家再看一遍 原本是這樣子 那我就選擇Input 就可以得到這樣子一個結果了 那這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 preview的時候會是怎樣 看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它跳的速度會比這個雜訊要來更快一些 好 這樣就是一個發布的方法 那我們就把這個結果來發布出去吧 那發布的方式呢 呃 除了直接按這個以外呢 這個是方便我們在製作的時候快速預覽 可以馬上的發布到Player去看 那今天我們終究要把它存成一個資料檔嘛 那除了直接存成原始的Designer檔案呢 我們可以把它發布成一個打包後的檔案 因為如果你希望這個圖表呢 不是整個完整揭露給 給同事啊 或者是任何人啊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打包起來 那 因為對於如果完全不會用Designer的夥伴呢 你直接給這圖表 他反而覺得困惑 那我們與其這樣倒不如直接給他 打包後的 SPS AR 的檔案喔 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來到我們左邊這個欄位呢 選擇到你的圖表的最上層啊 右鍵 可以找到Publish SPS AR 的選項 我們按一下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儲存成這樣子的一個 打包後的格式喔 那進行秘密 那我就選擇存檔 那他會問你喔 你的名稱啊 還有一些壓縮的方式啊 這邊都是採用預設的結果 然後常用的 就是整個整體性的一個 呃 參數輸出呢 就有這三個選項 那通常我們只需要 Output的尺寸啊 Size 還有Rendency 亂數採樣啊 就只有這兩個 所以原則上這個頁面是 不需要做任何更動 這樣OK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先把剛剛發布的先關掉 我重開一次 Substant Player 那這邊呢 打開的時候他就會問你 你要開啟哪個檔案喔 這時候我就去找到我剛剛發布的 的SBS AR檔 就是這個 然後把它打開 然後就很順利的讀具進來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的參數呢 就多了 Dissolve的 我剛剛所建立的一個 呃 發布出來的參數 動態參數 我們可以這邊做調整 那我們當然啊 我們就可以去做到 每一個的 節點 我們希望 發布出來的參數 都可以把它 做在這裡 就可以做很多的一個 效果的變化 跟調整 像這樣呢 就是一個最常見 最基本的一個 效果啦 的一個 算是一個打包的流程啦 對 那接下來我要繼續分享呢 更進一步的一些 參數的製作方式 那這邊呢 我已經先準備好了幾個圖表 其實這個圖表呢 它底下 一個SBS檔呢 其實底下是可以有很多個圖表的 那 那 比如說 這個 我已經 預先先做好的 裡面包含三張圖表的一個效果 好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今天要新增這個圖表呢 就是在這最上的右鍵的話 new一個 grave 新的圖表 然後呢 就是你可以命名啊 然後一些相關的設定 這邊我就不再多做解釋 然後就按OK 我們就得到一個新的圖表 你就可以繼續編輯 那它都會通通都是屬於在這個 呃 Designer的一個整體的檔案底下的其中一個圖表 那當然我也可以直接把我其他 在其他Designer已經做好的檔案呢 直接 並並進來 它方法很簡單 直接拖拉進來 直接拖拉進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張圖表了 跑到這裡來了 跑到這個 FSPAC底下 好 然後把剛剛這個 newgrave 不需要我先把它移除 OK 那今天我呢 就來快速的看一下 我來去做其他參數的一個發佈 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 算是 能量波嗎 一個效果 那今天我希望呢 來做到 有時候我們文理希望不同 除了Random採樣以外 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變化方式 好 那就這個而言呢 我的做法是 一個雜訊 然後做一個 slop blur 去得到一個這樣的結果 那參數強度大概是這樣 他做了一次autolabel的校正 然後把它進行灰階的反轉 然後得到一個這樣的結果 那我這邊呢 額外掛了一個transform 但是其實我還沒有做任何事 那這個 會掛這個墓地呢 是希望透過位移 位移這個歪軸 來得到不一樣的文理的結果 那除了搭配亂數 也可以再透過這樣去做一些 細節採樣的一個 一個 變化吧 更容易去找到我們想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效果 好 然後在上面 就是一個簡單的遮擋 給一個灰階 然後調整它的 曲線 來得到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漸層 這樣子的一個漸層結果 好 然後最後blender在一起 就把它相成 做一個相成 然後最後一個 shape mapper 把它繞成一圈 轉接 output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進行參數的一個發布 那我隨便希望控制的是這個 transform的offset的值 那這邊呢 除了剛剛講過直接expose以外呢 或者是直接 新增一個input value 那現在我提供另外一個製作的方法 其實是相同的 但是思考方向是反過來 那剛剛的發布的一個方法呢 它的思考邏輯呢 是從我們的需求端去直接發布 那今天呢 如果你的邏輯是習慣先把 結果呢 先設好 然後再把結果 輸入到我們 所希望讀取這結果的節點 那這就是一個反過來的一個 一個 的一個 思考的一個邏輯 那 在Designer來講 當然也可以這麼做 那我們就雙擊 兩下空白的位置 點開整個屬性的一個屬性位置 那我們可以直接在Parameter這邊呢 新增我們想要的參數 點擊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input 那這邊呢 我希望它是 我要套用的是等一下 是放在transform的offset 那我就直接 直接打 一個我要的名稱 transoff offset OK 然後呢 這邊可以選到 你要的一個 資料的 內容 那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了 看了 是 它的位移呢 是X跟Y 所以是Flow2的一個 資料結構 所以要選擇 5.2 然後呢 這樣子的設定呢 就結束 在底下可以看到它的標籤 X跟Y 我們可以來到Preview來看一下 這個結果呢 是正確的 那它預設會停在E 那就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 它預設的顯示是Fail 就是它不會進行Clamp 就不會把數值限制在這個0到1之間 所以其實是可以輸入更大的值 這是可以去做變化 所以是不用擔心 那只是一個顯示的一個結果 的狀況而已 那我把它回到E 那我們要把這個參數呢 套用到Transform 這邊來 那我就來Transform 這裡 找到Offset 點擊後面這個 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新增的Trans Offset 就出現在這裡了 直接套用 好 我們來點擊 回來 這邊Preview 這邊來看看 好 馬上就有效果了 馬上就有效果了 好 我們馬上來發佈到Player看看 我們選到Energy Web 是我們剛剛調整的 我們就可以在右邊這裡看到 它的屬性呢 就已經顯示在這邊了 除了Random以外呢 我們可以直接給它做位移 去做一個變化 做一個調整 馬上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了 這是其中一層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我們可以選到剛剛我拉過來的 那個Shark Web 這個 它顯示在這裡 然後Dissolve 也可以 那我另外呢 也準備了另外兩個圖表 一個是Ring 一個是Sworn Web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 Sworn Web 在這邊 我把它點開 就我已經事先編輯好了 那我也是快速介紹一下它的編輯流程 喔 給一張雜訊 調整 對比 做Transform的拉伸 我把它 高度呢 拉得非常高 我把它拉長 拉得細細長長 然後做一次自動射接 然後這邊呢 一樣處理我的遮罩 我透過曲線去調整我要的遮罩的樣式 然後呢 做混合 我把兩個呢 把它這樣子混合在一起 最後呢 去把它繞成一圈 那隨便今天呢 透過這個Sworn Grade Scale 的這個節點呢 它就是 把你的圖形呢 進行一個 漩渦的效果的調整 套 套用之後呢 主要是這個Amount的值 還有你這個 這個尺寸喔 就是這個 效果尺寸的框框 我們要把它符合整個頁面 那當然你可以隨意調整 成你需要的樣子 那這是強度 那0的話是沒有啊 這邊就可以做一個調整 然後呢 做一個遮罩 遮掉外面我不需要的部分 自動射接 然後我加了一點Glow 然後進行輸出 就完成了 那大家可以發現 我在這邊呢 都沒有像我最一開始的時候 有介紹的 我會加一個 那個轉換參數 就是Grade DM Map 把它轉換到Color 因為我這邊 我只需要做一個 單一通道的結果 輸出 那在Player那邊 讀取的話呢 它是讀取這個節點 那預測沒做的話 它就是會自動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像剛剛最一開始的案例呢 那我再回過台解釋一下這邊 我怕有朋友可能會有點搞混啊 因為這裡呢 我需要它進行一個 我指定它作為一個自發光貼圖 那所以我需要選擇它圖形的一個結構 像我這邊就選擇RGPA 那我這邊選擇它的Color Space的模式 當然也可以選擇Linear 或其他模式 那因為我做了這個選擇 所以才需要把它做一個資料結構轉換 才能正確地把這個資料結構 這裡的資料結構設定 讓Player做正確的讀取 所以才需要走這一步 那一般來講呢 我們在做特效貼圖其實都不需要 所以就是很簡單 直接上面這Input 節點 拉進來 直接連在一起 就結束了 你就可以開開心心地去做發布 那像這個圖表呢 我希望發布的是 比如說Swom 這個旋轉的強度 我一樣最快速的方式 就直接Expose Amount 然後我多打一點名稱 Swom Amount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Preview這邊 馬上就可以看到結果 再來是可能是橫向的採樣 然後這邊就不再多做了 剛剛已經做過了 可能是Offset的採樣 也可以做一個參數的發布 好 那最快速的方式就是直接這裡 Expose 好 比如說這個叫做My Offset 好了 OK 好 馬上我們就很快速的就得到這樣的結果 好 好 這也是形成這種亂數的採樣子 好 好 那這個完成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案例呢 好 像這個是一個 一個 雖然有點風格化的打擊效果吧 比較有點卡通感覺 那像這邊呢 簡單講 它是透過 一個 鏡像的漸層 做一個 色階的調整 把它繞成圓環 然後 去更一點 雜訊 做混合 把這個 這個 圓環的一個 該怎麼講 這個光暈的感覺 稍微打散一點 不是那麼的 理性單調 那多一些細節的變化 我們圖形會更加有趣 有變化性 然後我做一點色階的調整 那這邊呢 圖形的部分 我是利用Shape內建的 有一個 Ring Ring Bell 用這一個來 做這個圖形的基礎 然後呢 把它繞成一圈 然後最後再做混合 做輸出 那這邊我希望輸出的部分 這個呢 可能是 我的數量 我希望數量 可以有一些變化 那我直接一錯 然後呢 我希望尺寸 或許有一些變化 那我可以 找到尺寸 比如說長度有一些變化 或者是寬度有一些變化 那我就直接 Dispose 也可以 Size Random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效果呢 比如說 Size Random 這邊就可以快速的檢測一下 我們可能 可能做到的變化 可以變成這樣子的效果 那我發現 那我其實好像 不需要 不需要中間這個光暈 那我在做混合的時候呢 我把 我可以看到Blender這邊 假設我不需要這個光圈 可以把它拉掉 那這邊呢 最直接的方式呢 就是直接 expose 成一個 一個值 那可能取一個名稱 那另外呢 這邊我要特別分享一下 就是 布林 可以設一個開關 來告訴大家說 我這邊呢 我不要用 那比較快速的做法呢 我們 既然已經決定布林 我習慣從這裡開始 然後選擇一個 新增一個參數 新增一個值 那這邊呢 拉開呢 就可以看到一個布林的效果 它就是一個按鍵 然後我名稱把它取名為 Ring 然後我們來到preview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按鈕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到blender這邊 我們找到opacity 那我的做法是呢 我習慣 直接透過這裡 選擇custom value 打開 那就可以看到 變成有一個小鉛筆 然後我們再點它一下 就可以進來編輯 那它的 參數值呢 預設的參數值是這樣的一個 資料結果 就是一個0到1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可以去調整 那這邊呢 我就要來進行布林的結果 布林的一個 一個 一個邏輯 運作吧 那我們先選擇 第一個呢 空白鍵 我們找到if else 因為我要做判斷 所以是做 是否的一個結果的判斷 那另外呢 如果是4的話呢 就是有 有光圈嘛 那沒有的話呢 就是沒有光圈 那我輸入的值就是0 那這邊我空白鍵按一下 選擇flow 然後 這樣就 簡單設定 那接著我們呢 要如何做布林判斷呢 我們按 空白鍵 get 然後我們可以在底下看到 然後 這個get 它一樣就是從 我們的 剛剛的那個整體圖表 Panelip 那邊去get 我們的 動態參數 這裡就可以看到我剛剛已經設定好的 布林的那個動態參數 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把它輸入 然後呢 選擇這個結果呢 右鍵 把它設為 最終結果輸出的節點 那我們看到 橘色的效果就跑到這裡來了 那 這樣就完成了設定喔 我們來雙點一下 那個空白的區域喔 我先把我們的 我的那個 光暈的 光線吧 把它減少一點 然後我們看到 Ring這裡的按鈕 我們可以按一下 然後就可以看到它被 被關掉 我把尺寸不要變化那麼大 我回到很少的時候 現在是沒有Ring喔 點開 True 就代表現在是True的狀態 那就是有 有光圈了 然後這樣就快速做了一個布林的效果了 OK 然後這邊我們就完成了 假設我們這邊的設定就這樣都結束了 這就是我們要的這一包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做很多包 比如說我們是一個團隊 或者是今天是一間公司喔 我們長期會有各種專案需求 那每個專案都重新做素材 其實蠻浪費時間的喔 但是 每個專案可能會因為風格變化 或品質要求不同 或者是 有一些需求上的規格不同 那我們可能都需要 針對類似的貼圖來做些微的變化 比如說尺寸的變化 因為專案 這專案可能是手機 我們貼圖的資料要小一點 那換到另外的專案比較大 它可能是單機啊 主機啊 它可以容許的貼圖值得比較大 我希望它做鎖放 等等喔 我們都可以利用這樣子的一個資料庫 回過頭來 來做一些資料結構的調整 來適配我們當下專案所需要的規格 所以啦 我們就可以去分類啦 比如說這個是衝擊波 假設是衝擊波效果包 我就做一層 是衝擊波下面就一堆各種衝擊波 然後或是打擊光雲 我就一包獨立一個系統 然後底下就有一堆各種 各個不同的打擊光雲的圖表 以此類推 我們就可以去做到這樣的一個資料庫結構建立 那這東西就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在這個團隊中持續延續下去 甚至進化喔 隨著工具提升 或者是使用者經驗的提升 我們可以去進化它 讓它變得效果更精彩啊 更豐富啊 或者是更有趣這樣子 那進化方式就很簡單 因為我們突然的東西在啦 我們有時候可能是一個小想法 加進來而已 幾個節點大概加進來 其實是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結果呢 發佈出去喔 那我這邊呢 就做發佈成一個打包的結果 那我就直接存檔 我這邊 一樣喔 最後採用預設結果 就可以確認有Output Size跟Rendon Set 亂數採樣 OK 那接下來呢 我打開我的Player呢 那我來Open 這個FS Pack 好了 它已經讀進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所設的每一個 圖表的參數 都顯示在這邊 像這個是Energy Wave 我們找到Energy Wave 可以做調整 剛剛已經有看過了 然後呢 哪集光暈呢 Impact Ring呢 然後找到Impact Ring 然後我把光暈打開 我做調整 比如說不要光暈了 然後 我Size要有變化了 然後再多一點喔 比如說128 這樣就形成一個蠻常見的光暈 當然 你可以再加入一個遮罩 我們可以去調整這個光線的 灰階的變化啊 或者是加入一些亮點啊 等等啊 都可以直接從GRAVE裡面加 然後把它編到這個動態的參數裡面來 所以呢 當你PASS給你的主員的時候 真的不需要每個人都會啊 只要看得懂這參數的意思 然後去做調整 馬上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他也不用去馬上去搞懂你那一大片 GRAVE圖表裡面到底編的是什麼 然後該去哪裡找到的參數 然後像這邊就可以去做到切換了 像這樣就非常的快速可以得到我要的結果 OK 然後尺寸變化等等啊 我是變成大啊 好 那我大概講一下 它放到這個3D View會是什麼樣啊 像我剛剛除了第一個塞 第一個這個Shark Wave 有邊這個以外其他都是直接Output 那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像這個就是沒有的嘛 那我直接要把它顯示在這邊 其實它已經顯示了 它什麼都沒看到 那你可以從這邊選到Rainbow 就可以看到它顯示在這邊 那它的 因為我們缺少很多 那個 算是 圖形資訊 所以它沒有進行 沒有辦法進行正確的光照渲染的結果 所以 看起來是比較 暗的喔 那今天如果 我希望套用的是 剛剛講的 Shark Wave 那我再點選一下 我選擇這個 我選擇這個 更新一下 那這邊呢 我把它切換成 剛剛 我把它切換成這個 Bring這個 這個效果 那我把它 記得這邊要點開成D-Force 那它就讀取到這邊 的一個設定 那對特效來講 我只需要 只需要 只需要 Emmissive 那其他的呢 我可能 可能就可以 關掉了 這就是 我把它切過來 Shark Wave 顯示在3D圖表上的效果 今天如果 我們可能做一些 比如說你做一些 低劣紋理 或是 像是 冰 或什麼的 紋理的時候 那可能可以 你就可以把你相對應的 Normal 或什麼 套用進來 對相對應的 那個 通道 那這邊就可以選到 我們常見的 Standard Adobe Standard的渲染 或者說 標準PBR的渲染 等等 那大概呢 就是這樣子 的一個 效果 那最後我們來做 輸出 Explos 那因為我這張 這個 這一包呢 我做了四組圖表 裡面有四組 Output 可以看到它 通通都顯示在這裡 那今天你只要選擇 你需要 去做輸出就好 那假的通都是我要的 好 那你就選好你的路徑 選好你要的格式 我要PNG 選好你要的命名方式 好 直接Explos 好 好結束 那我們來看看 OK 我馬上就得到了 這四張圖了 非常快速喔 所以呢 今天要產出一個新的素材 那我今天有一個 比如說特效新人 或者是 比較不熟悉 subtime designer的 夥伴 他需要新的貼圖 他只要透過這樣 指的一個 一個檔案 再搭配Player 他連Designer都不用裝 他只要裝這個免費的 subtime player 來讀取那個 那個打包的檔案 去做參數的調整 馬上就可以得到新的貼圖 那效果非常的快 那對整個團隊運作來講呢 或許我們只需要建構一個 至少一個 會Designer的同事呢 來進行這樣子 Designer原始檔圖表的編輯 然後由他來負責發布 那其他夥伴只要快速的 透過這個發布的檔案 在Player裡面做調整 就可以得到結果 馬上就可以輸入到引擎 看到效果了 那如果再者還有一些不滿意 或許你可以直接打開 Botoshop簡單修一下 用你的美術的天分 或者是直觀的感覺 直接簡單的塗抹一下 或許也馬上就可以結束了 而不是一切從頭開始 那這樣子的方式呢 我認為是非常有效率的 那對圖形資料結構來講呢 它的靈活性跟重複利用性 也會變得很高 那當然另外一個重點 除了做這樣的貼圖 我在做 我們現在特效主流 通常需要處理Shader 那這樣子的一個資料結構分享 其實也可以很快速的幫助 你的夥伴在 重複利用你的Material的時候呢 它可能有些效果不同 它需要更改你的通道貼圖 它只要得到你的Graph的package 簡單做一些細節調整 它馬上就可以透過你的Shader 來得到一些變化 來符合它當下所要製作的效果的需求 最後再總結 剛剛所提到的幾種 輸出動態參數的方式 那最直接的方式呢 當然就是Expose 那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隨便一個值 任何你想要輸出的值 在右邊這個選項呢 就可以選擇到Expose 那你也可以直接從空的方式開始 那這個彈性很大 我覺得剛入門其實可以不用從這邊 那另外一個就是Constant Baby 它會去從你現有的值 再去做延伸的變化 你可以在後面呢 進行各種的計算啊 加減成數啊 然後甚至去讀取外部 GET外部的動態參數 那外部的動態參數就是從這邊 整個圖表最上層的屬性頁面呢 Panomy的欄位呢 直接去新增 直接去新增你要的參數 那選擇你參數的類型 好 物0啊還是普點數啊 好 這邊去做到選擇 那除此之外呢 也可以直接 透過呢 新增一個input 那比如說 從這邊我選一個新增 新增一個input的值 那你可以選 先指定好你的類型 那input值輸入呢 有兩種啊 最直接的就是input value 直接去輸入你想要的值 然後另外一個呢 你一個值呢 是可以去透過計算啊 就可以選擇這個value processor value processor 去做到計算啊 那去get到你要的一個參數啊 那這個參數當然就是從前面有提到的 從你最上層的圖表去新增啊 那你就可以去做到這個東西 去做到一樣去做到計算啊 其實這一個效果呢 這個過程呢 其實就跟剛剛講的 直接從 從那個 圖表裡面呢 比如說直接從這個custom value 這個圖表呢 直接去做啊 其實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特別拉出來呢 因為它拉出來 比如說你這個計算結果呢 你可以去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共享到很多個節點啊 比如說你有其他節點 也要共享這個計算結果 那你就不用每個節點 重新計算一次 就是透過這個 這個統一透過這個節點 去計算到你要的數據 再去套用到其他的 那這是一個方法 那所以啊 以上幾種方法呢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常用的 讀取動態參數 或製作動態參數的一個方式 輸出 直接圖表編輯 那取得整個整體圖表的動態參數 或者是從我們新增input節點的方式 來取得我們的動態參數 那就是以上這幾種 那透過以上這些動態參數的靈活運用啊 甚至去做一些更多的計算呢 我相信你可以創造出很多有趣呢 具有豐富變化性的一張圖表的效果 那 越是靈活 越是豐富的一個效果 那就可以越是強 強化呢 應該說增強你這圖表的 變化性 或者是增加它的共用性 那這樣你在打包之後 分享給其他團隊夥伴 或是建立自己的貼圖資料庫的時候 你就更有 更有 那個變化的內容 或更豐富的內容 可以去使用 或者是去調整 那你不用每一個呢 都要重新再做一遍啊 那這是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一個 資料庫的建立的一個方式 那在個人或公司團隊的一個 工作模式底下呢 都會是很有幫助的 那今天這個分享呢 針對Substance Designer 打包 共用資料的一個 內容呢 就介紹到這邊 那希望幫助大家 有一些初步的認識 那我也會把相關的連結 分享在底下 那還有一些官方的教學連結 那大家也可以 花點時間呢 去看看 那相信會有一些不錯的收穫 那 就到這邊 謝謝 這時候 谢谢观看